22日的今天我们要召开这场记者会 主要是针对目前在立法院所临时会所进行的 这个年金改革社会极度大争议的一个议题 的一个记者会的一个声明和呼吁 我们认为年金改革这样的一个社会正义性极大的议题 国民党要求的就是与民众站在一起 要充分的沟通 而民进党你却只想要强度关散 年金改革今天看来是要走向主调标权 宣告过去五天的协商完全过去 但是追根究底 年金改革如此大的争议性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朝野没有共识最主要的关键点 就是民进党心怀鬼胎 因为前瞻计划才是你们的首要目标 而年金改革就变成了执政者要对少数人交代的牺牲品 首先国民党我们要郑重的提出三个问题来请教就教民进党以及社会大众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明明临时会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为什么在这么大的争议的情况下不能好好讨论一定都寸步不浪呢 一周你就要过关 民进党你到底在急什么 第二个问题 去年年改国事会议开了大半年 陈建仁副总统担任主席 有诚意至少有时间来充分的沟通 但是临时会的协商却是五天就要表决 这不是民进党团打脸陈建仁副总统吗 民进党你到底在急什么 而目前各大群组赖的群组上面都疯传了一篇 这也是我们要就教的第三个问题 目前各大赖群组都疯传一篇 陈水扁八年执政浪费国家公堂12兆3000亿的贴文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林全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内容主要就讲到因为陈水扁的时期的执政 有包括一次经改 二次经改 庭建和事等等的相关议题 而浪费了国家公堂12多兆余言 加起来如果说简单的计算 可以支付军公教的退休 奉约400多年 请注意是400多年 所以这笔阿扁跟林全的滥帐 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吁现在的蔡英文总统 帮军公教人员 帮全体2300万人 好好的来清算一下 如果说以上三个问题 民进党或是现在的执政党 都没有办法回答的话 那这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民进党你不愿意沟通 今天蛮恨的硬闯 年金改革只是为了要空出时间 让下两周能够讨论前瞻计划的条例 为了前瞻 所以你拿年金改革来祭祈 现在的前瞻问题那么大 究竟民进党在急什么 而最新的某金控所做的民调显示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的项目 民众最支持的是所谓的绿能建设 但是也只有31%左右的支持度 更仅有6.4%的民众支持轨道建设 换句话说轨道建设是所有民众支持度最低的建设 只有个位数的6.4% 如果说只有6%挺轻轨的今天 参文政府你还死性不敢 到底轻轨有多少地方可以搞鬼 而内部又藏了多少鬼 政府你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那就是政治算计 无增人民的对立 最后国民党一定要再一次正宗呼吁 联金改革要充分讨论 要通过的版本也要让人心服口服 今天看到大批的民众准备号召聚集 在立法院全面抗议 我们要正宗的警告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民众 官员媒体 员警或其他相关人的受伤的话 职任党要顾最大的责任 而禁告民进党 如果在社会极大议题上不顾反对的声音 只为政治目的 三中临时会又想过年改 又想过前瞻 憨多嚼不厌 你们将会为自己的贪心 负仅政治责任 而最后一定要补充 蔡英文总统昨天在中场会暴怒 媒体还用气急败坏来形容 但看到过去一年一个月荒腔走板的施政 有资格系的 有资格怒的应该是人民 而民进党内部你要败坏 请别把台湾的未来给拖下手 谢谢 那继续由我们唐德铭副主委来做一个补充 大家好 文王一怒安天下 小英越怒台湾圈越乱 孟子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理 文王的怒是领导者爱民与勇气的典范 但反观蔡总统 昨天在中场会议上两次动怒 怒的原因却让老百姓瞠目结识了不知所以 我们回顾蔡总统执政13个月来 偏灾人过不断 台湾人民苦不堪言 但蔡总统始终做他的神隐少女 直到现在 免改于前瞻要掀开压力锅了 蔡总统开始莫名所以的大怒 小英总统的怒有可能是压力之下的情绪失控 也有可能是隔山打牛 隔空政府 想要让他的领导威信得以贯彻 但是我们认为蔡总统该顾的不怒 只为自己的权力而怒 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这种怒只会让台湾越来越乱 我们希望蔡总统能以台湾人民为念 不要想的都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 蔡总统昨天的怒 其中一个表面上好像是在骂经济部 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媒体 他质疑水都退了 为何新闻媒体的跑马灯还一直在跑 充分显示他对媒体的不满 另一个则是骂经管会 表面上是说经管会自我角色认知混淆 发言不大 古之力却是不满经管会 怎么可以肯定来影的前副院长呢 这种领导者自以为是的怒 不但不能安天下 反而可能形成寒蝉效应 让台湾社会越来越乱 目前的台湾一例一休乱上不止 民进党也纯索成立 推动一例一休修正联盟 计划万人联署要求修马 公然打脸蔡总统 但蔡总统丝毫不怒 这是因为劳动部长是了解吧 另外年改纷乱不休 民进党团也要翻案年改会结论 打脸年改会 结果小英总统也不怒 这是因为要掩护前瞻是吧 该怒的不怒 不必怒的又乱怒 蔡总统你累了吗 如果真怒那就换人吧 换总统或换内阁都行 不要再把台湾人民架在火上烤 以上是今天记得会的内容 不知道各位媒体朋友 有没有任何的提问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记得会开到这里 谢谢大家